它是跟娃哈哈齐名的国民品牌 无论是AD盖奶还是瓶装水 从产品创意到市场影响都并称一时余料 却被同一个大哥分上了 沦为内斗工具人一步步败光惨遭抛弃 它就是80后90后们的童年回忆乐百世 乐百世创始人何博全的比宗庆后小15岁 1990年率领一家正办企业杀进了乳酸奶市场 两年之后就成了乳酸奶市场老大 此时年仅32岁 他意气风发 后来更是立志要把乐百世做成中国缺巢 当时娃哈哈也已经是成了全国性的行业龙头 尽管营收规模相差不小 但是却不约而同的将对方看作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有记者问何伯全最欣赏的人是谁 他的回答是 娃哈哈的宗庆后 而在宗老的眼里 小了一辈的何伯全也是值得高看一眼的人物 两人心心相惜 也经常见面吃饭 彼此上战只做君子之争 从不落井下石 曾经有人投毒栽赃娃哈哈 何伯全严令全国的经销商 不得传播转载 乐百世商标出现纠纷 娃哈哈也默契的示意援手 给何伯全添了不少筹码 但这种相爱相杀 一敌一友 一失余量的默契 却被达能的闯入彻底打破了 1996年达能掏了15亿根 娃哈哈成立了合资公司 第二年反客为主完成了控股 2000年又花了近200亿 收购了乐百世92%的股权 名义上垄断了中国瓶装水的半壁江山 两个堂堂正正的对手 就这样变成了达能的战略棋子 但是因为宗庆后坚持自主经营的强硬立场 达能一直是没有拿到实际的主导权 吃了闷亏 以防万一就把何博拳当成了替罪羊 防止第二个宗庆后出现 2001年何博拳和4位创始人出局了 泪洒当场 乐百世也成了达能直接经营的品牌 达能随后砍掉了王牌 AD钙奶和茶饮等等 要求专精饮用水 其实就是为了配合全中国的战略 果汁如瓶饮用水 一个品牌占领一个赛道 彼此不竞争不扩张 也方便达能掌控市场 乐百世自此失去了灵魂 沦为了一句提线木偶 对此共情合博拳 还希望做大做强的 娃哈哈宗庆后不愿意当傀儡 不但距离力争 发展多种业务 顽强地保住了经营权 也招来了达能的直接针对 准备用乐百世逼宗庆后就犯 达能非常清楚 娃哈哈的经营决策主动出击 而娃哈哈却对乐百世一无所知 非常的被动 2003年时至非典 乐百世推出国内首款运动饮料卖动 整整一年之后 娃哈哈才获准生产激活 比卖动便宜一毛钱 赝品式的摆在了神器的卖动旁边 一直都没有能够翻身 但是达能管理下的乐百世 却陷入了严重的内耗 本土派中层 国际派高层是打来打去 外有竞争对手猛烈打击 内有管理层动荡不安 上有产品品类不断的削减 下有产品问题频发 乐百世撑不住了 经营状况是每况愈下 亏损也是越来越多 此时达能的经理人 其实想的也不是如何经营好乐百世 反而是乐百世越亏损 就越想从娃哈哈的身上找补回来 还想把这个烂摊子甩给宗庆后 结果被断然拒绝 至此偷积不成18米的达能 将宗庆后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 2005年法国人杜文杰接管乐百世 跟娃哈哈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他第一件事就是裁掉了 一线三次城销售和工人 清洗本土中高层 引入外企和外籍的经理人 那都是精英范十足 但是他们脱离中国时期 根本就不是宗庆后的对手 还被龙夫山泉这个营销老六 侧面夹击 导致2005年到2006年度 亏损超过3亿 创下了国内记录 更让达能头疼的是 把哈哈之外 会员光明猛牛的掌门人 也都是真刀真枪的 从底层拼出来的 哪个都不好对付 一旦压不出最强势的宗庆后 整个对华战略 那就会一败涂地 2006年6月13号 达能亚台高层的在北京开闭门会 业绩压力之下 有人就直接提问了 该如何控制宗庆后 才能够减少达能在中国的风险了 于是达能中国对宗庆后 开始未必利用 要求控股巴哈所有非合资企业时 一度动摇的宗庆后 看到了乐柏市这面镜子 他担心达能入华 扮演的是一个财富瓜分者的角色 而非一个善意合作者和财富的共同创造者 一旦达能以51%的股权优势 拿走娃哈哈控制权 则娃哈哈极有可能重蹈乐柏市的负责 那到时候娃哈哈两万员工怎么办 娃哈哈这个品牌又该怎么办 最后宗庆后抵着骂名选择了反悔 并且在谈判的时候 直接了当揭穿了达能的底牌 他说请你们从桂园 毅丽 猛牛 郑广和光明 全部撤赐 第一人谈判 就此破裂 达能怒了 针对宗庆后的跟踪 冰伤抹黑也开始了 全世界各个角落 针对宗庆后的诉讼 也紧接着来了 连法国总统都搬出来了 达能还爆料说 是宗庆后促成了达能收购乐柏市 从中获利 拉宗庆后 做乐柏市经营失败的替罪药 听到这话 宗庆后冷冷地说 我促成收购乐柏市做什么 难道达能肯替娃哈哈收购乐柏市吗 人家收购了以后 要亲自管理 用得着我促成吗 后来的达娃之争 只看娃哈哈内部貌似是股权之争 契约矛盾 但是放眼 全国饮料市场大局 则是达能操控乐柏市打压 娃哈哈失败之后 针对整个娃哈哈奋斗成果的摘桃子 从而对中国合资伙伴们杀一劲百 虽然一度把宗庆后逼入死角 却在几年后 只能拿着30瓶退出了娃哈哈 至于引爆达娃之争的乐柏市 如同被抽干的药渣一样 从此陷入了亏损裁员 裁员之后继续亏损的恶性循环 2013年 乐柏市旗下还盈利的业务 都被抽走给了达能中国 仅存不赚钱的饮用水 还接连出安全问题 2014年到2016年 短短三年上了五次抽检黑榜 终于顶不住的达能 将乐柏市卖给了迎头控股 一代国民传奇 在员工一脸懵的情况之下 退出了历史舞台 达能不懂经营吗 或许是的 不然他自家的义云 也不至于从2000年到2023年 在法国还是中国 都连续出现治疗问题 但乐柏市不止死于经营 更倒在了雄心勃勃 垄断资本的野心之中 30多年前 国产饮料群雄并起 何伯全和宗庆后 信心相惜 亦敌亦友 可是30年后 老国货们只剩下几个强人 在苦苦支撑 巴哈哈步步坎坷 处处荆棘 宗庆后力挽狂澜 鸡劳成疾 刻然尝试 而乐柏市直接掉入了深渊 何伯全也是拿着达能的天价收购款 成了一个投资人 从七天连锁酒店 酒酒鸭 酒钻网 爱康国宾 到涉嫌暴利催收的万成金融 还有卷入两个萝卜张 300亿的诺亚财富 后来的何伯全活跃在投资界 像达能一样 买公司卖公司 不亦乐乎 曾经那个想把乐柏市 做成中国雀巢 那个挥类出局的青年企业家 如今也早已活成了另外的样子 达能较动的 不只是曾经勃勃生机的国产饮料行业 或许还有人心 关注小姚 知性理性 更懂人心